10个亿啊 10个亿 一生一世花不完 接约大礼包已刷新成功 宿主是否进行签到 签到 签到成功 获得价值上亿帕加尼风神 豪车一辆 刚好想买辆车袋代步 没想到这系统这么动我 哥哥电话来了 您好 请问是十三先生吗 是的 我就是 十三先生 您订购的帕加尼风神跑车已经到店 请问是您这边过来去 还是我们安排人送过去给您呢 你把定位发给我 我等一下过去去吧 卧槽 我特别是眼花了吗 居然在这个地方能看见帕加尼风神 我弟乖乖 这车要是开去泡妞 肯定是一辆一个准 兄弟 这车恐怕得不少钱吧 这车你有钱都不一定买的了 而且售价起码这个书席 我去 一千万 这特么太贵了 你开什么玩笑 一千万你只能摸摸这个车 目前这车售价是一个亿 我弟妈 一个亿 果然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老板 给我来碗牛肉面 额外再帮我加两斤牛肉进去 记住 切的时候 手不要抖 十三先生 好巧啊 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碰上您 刘莉莉 你怎么也在这里 今天刚好有点事情 跟店长请了半天假 度过这里顺便吃碗面 那正好 我也刚点了面 一起吧 好呀 没想到十三先生这种日理万机的人物 会记住 我这种小小的推销员 还一起吃面 真是太接地气了 这样吧 今天有人相遇 你也别打车了 你跟我说 你家在哪 我直接开车 送你回去好了 这不好吧 太麻烦十三先生了 这有啥 举手之劳而已 那咱们走吧 怎么 你和这个人认识吗 算是认识吧 他之前在我这里买过衣服 然后就一直缠着我不放 我今天请假 就是专门为了避开他的 没想到还是遇上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交给我好了 我来帮你摆脱这家伙的纠缠 莉莉 你是不是知道我来了 专门在这里等我的 来 这束花送给你 今晚我在外滩三号定了桌 晚上我们一起去吃法餐吧 方先生 我应该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对你没有任何兴趣 能不能麻烦你 以后不要再来纠缠我 你个臭婊子 别脸不要脸是不是 老子费尽心思追你半个月 你还不领情 老子告诉你 别特别以为自己有点姿色 就拽得跟了二五八万似的 惹毛了老子 孙孙中让你消失 怎么 听你的意思 你还想在这里动手吗 你特别又是哪根葱 敢管老子的事 赶紧麻溜的滚蛋 哼 今天我还就要管了 老子最讨厌就是你这种人渣 没听见人家说对你没意思吗 你怎么还跟个癩蛤蟆一样 缠着人家不放 呵呵 别以为自己家里有点小钱 就能管老子的事 人和人之间还是有差距的 告诉你 老子可是君正人寿的太子爷 君正人寿 那可是市值接近百亿的上市公司啊 虽然说是三先生有些钱 但是惹上这样的厉害角色 怕是要吃亏啊 哼 看到没 这车刚全款提的 奥迪A8 就你这种臭傻逼 恐怕一辈子都没机会开上这车 奥迪A8 很牛逼嘛 要说车 我倒是也有一辆 呵呵 忘记说了 我这辆奥迪A8 顶配 135万 你说你有车 你倒是开出来啊 看老子敢不敢当场 把你的垃圾车给砸了 哼 臭屌丝也敢在老子面前装逼 别以为开个几万几十万的野校车 别说一辆 就算十辆老子也得给他砸了 你 确定吗 呵呵 当然 好 这可是你说的 13先生 咱们还是走吧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犯不着吃亏 没事 你就静静地看着我表演就行 这就是我的车 你不是说要砸车吗 来吧 使劲砸 什么 这是帕加尼风神 我尼玛 开什么玩笑 这可是价值上义的超跑 不要说杂 就算让老子碰一下老子也不敢了 呵呵呵 误会 误会 都是误会 哼 记住 以后没有这实力 就别装逼 否则的话 得罪一些不该得罪的人 谁也就不了你 我记得 君正人寿也是在民生大厦办公的吧 回去告诉你老爹 让他在三天内带着你登门道歉 我的名字叫十三 我们走 哥 你有听说过一个叫十三的人吗 没有啊 怎么了 什么 你说这小子抢了你看中的麻子 还让咱爹带你过去登门道歉 特么的也太猖狂了吧 但是哥 他开的可是帕加尼风神了 哼 肯定是假的 那可是价值上义的好车 能开这种级别车的人 我怎么可能没听说过 你放心 这两天我找人给你出出气 给这孙子一点颜色看看 今天谢谢你了 十三先生 不用客气 助人为问而已 对了 你这车应该蛮贵的吧 那个方大少看到这辆车都被吓到了 这车呀 不贵 莫的价格也就一个亿吧 一 一个亿 确 确实是不贵哈 我尼玛 这十三到底是什么身份 竟然能这么轻易的 说出一个亿不贵这种话 这也太深不可测了 他可能更有于 明天